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这节的《有问必答》 我是节目主持人 邓小瑜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内地的视况 上证指数升14点 报3537点 深证城指升202点 报12141点 护心300升23点 报3729点 再跟大家跟进行指方面 行指暂时报22914点 跌136点 国企指数10586点 跌31点 戴市成交228亿 这节我们请来Stanley 和我们解答家庭观众的问题 Stanley 你好 事不宜迟 一起接听第一位家庭观众的电话 由邱小姐 邱小姐 你好 你好 Stanley 我想问三只股票都没有货 好 是 慢慢来 逐个逐个来 先问七年年 Stanley 你好惹 保持到现在都没有货 是的 我差得不多 我当然打算混货 但谁知他又 之后没有机会再买回 所以变成是买了一点 放在这里 是的 好眼光 多谢 那就是七年年没有货 三八八没有货 还有这个人秀也没有货 我明白 我先回答你的腾讯 事实上腾讯下星期会出业职 我都预计业职未必有 可能你说会不会有很大的惊喜 未必会 大家会比较关心 比较看实的 就是在互联网上的一些广告 那边的室内会不会有比较好一点的表现 但是你说这些位置 假设你之前可能走货 我都会觉得暂时可以再等等 不需要那么急 还有可能我自己都 第一注版太少 太少之下 我都等待机会 看看有没有机会再加 看看这一阵的时间 有没有机会 回市大概148至150 这些位置 如果你是炒短线 到这些位置 你博去反弹 其实可以考虑 当然 业职期的表现很难去预计 还有市场的反应 也很难去评估 但是148至150 这些位置买 可能你打算放一段时间 还有这一只我都是那句 要买的话 分住去买 可能到这些位置的时间 你可能考虑入第一注 但如果再跌的时间 就不断加注 而且这一只真的长线 短线炒波幅 真的很难 至于目标价 看多少 当然暂时可能移回 之前的163 163 164 这些位置 作为一个短线的目标 但这只股份 我觉得是当千里码 这只股份 可以考虑一下 债团火先 但例如港交所这一类 因为事实上 港交所股价 在过去几天的时间 都冲了上来 最主要都是因为 有深港通的憧憬 但是似乎 你看到的 这两天的时间 好像已经没有太消息 似乎反映 这个消息 似乎可能 机会再次落空 所以 所以港交所来说 它的股价 其实是有机会调整的 而且我都会预计 因为港交所现在的现价 其实是反映成交量 大概到接近1,000以上的水平 现在的成交量 假设 真的没有了暂时 没有了深港通的憧憬 如果成交量 大概是800亿 800亿以下 它的股价是有下调的空间 所以暂时来说 这些位置 又不建议你买 而且我想这一只都比你耐性 始终大市的交投量 都似乎又不算太多 所以现在这些位置 你不要买了 如果真的要买的话 可能真的要等200元以下的时间 才考虑到未迟 还有一个比较好些的买入价 但当然是要等 因为我相信 我说了一个股价 现在来计 大地的空间 应该不多 因为你回顾之前的时间 可以回到100,000,100,000 这些位置的时间 大致的成交量 其实那时候都是 600,700亿左右 我想大市本身 不会跌穿成交量的水平 所以暂时理计 200元留下的时间 才考虑到港交所 至于中人秀 事实上中人秀的股价 近期是出其地强 而且也可以说 A股的走势 似乎有转势的情况 大家要再看住 因为我常常强调 A股看什么呢 看成交量的变化 现在的成交量 似乎是多一点 所以暂时来计 这个中人秀 你要买的话 我都会先建议你 200,000,000左右 这位置 你可以考虑一下 大概31,000,000左右 这位置 再调一个目标价 而且这一只 当然你要选择内险版块 这只不是我首选你的 首选都是平普 但如果你是炒波幅 如果你是假设 A股 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这一只中人秀 都可以考虑 但都只要是200,000,000 才可以买回 好 跟进一下刚才三只股份的市价 看到腾讯做152.9 今日股价也是靠稳的 另外 港交所报209.4 股价偏远 中国人秀报29.1 股价升幅1% 事不宜遲 再继续听第二位的家庭观众电话 有李太 李太你好 李太你好 麻烦 阿迪先生 提不下 我没有货的 812 812 我想问哪位可以入 上网 多少连续位在哪 好 明白 那只245 我都没有货的 我想问哪位可以买 好 一只一只来 812有西政国际政券 国际政券 暂时做6.4 先没有升跌 另外245有中国七星控股部 9毫二仙 跌幅1% 先说812 没有货应该怎么报处 Stanley 其实李太问的股份 都比较小 而且我都见到你 李太你好像昨天还是前 打过来 都问我245 我都再回答你这个问题 先说812 现在股价的上落 其实不大 你看得到 暂时理解 都在接近 叫做 接近 是5毫8 到7毫子这位置 叫做波幅上落 所以你这些位置 要买的话 可能你炒一个短线 你去到7毫子这位置 水位不算太多 大概是六仙 即是六格 做安的水平 所以你要选择 你要买这一只 我会建议你 你以这个区间 即是5毫8 和7毫子 做个参考 即是5毫8 做个指示位 7毫子 多个目标价 你这个买入价 方面 你自己可能衡量下 这两个价位去自己再次决定 但至于你说 245 我想之前的时间 我都答过你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股份 你要买 当然我记得你之前 你赚了钱 但似乎公司的走势方面 股价表现 现在就不算太大理想 兼且现在市场也有机会 看到它 都会回视低位的情况 而且成交量方面 其实都缩下 留意成交量方面 所以现在是否要买 都是侍乎你自己的决定 但我都会建议你 买这一只股份 你自己可能要买 大概一成左右 还有一个指示 你有什么价买呢 甚至目标价方面 我真的帮不了 因为我自己的看法 比较好神神 但假设你现在是现价买的 你便可能移回现价买的一成 作个指示位 假设九毛二指 反而跌九仙 你便可能走货 那上面暂时来计 你便可能移回去 之前这些位置 大概接应是 那一 那一以上的位置 做个目标价 好啊 你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那只八十二 就五毛指买 不是啊 如果你假设你 要买这只股份 那你可能移回大约五毛八 至七毛指 这个区间上落 就是变相 如果穿五毛八 你考虑就只蝕 那你穿七毛指的话 考虑就沽了它 但是什么价格 你自己去衡量 那风险 好啊 你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想问多只可以吗 可以啊 你问吧 那只 那只叫做1326 1326 天马影视是吗 是啊 有没有放在手 六毛三买了 六毛三 好啊 1326天马影视 暂时做六毛一 今天的跌幅压近百分之二 李太就在六毛三买的 应该怎么报处的 Stanley 其实这些 好见李太的股份 都比较是 偏满一点 西价 西价一点 事实上 我想李太比较喜欢玩这些股份 因为比较上是大波幅上落 天马本身 如果我自己的印象中 公司都有一些消息 都好像有一些好似 买本的消息 但是问题就是 看到它股价走势方面 基本上都是一个 叫华人的区间上落 你可以说比较易足些的股份 因为我见李太的问这些股份 股价表现 都是处于一个 叫橫行代变的格局 如果以这只天马影视来计算 暂时来说 近来的波幅 都大概是五毛半指 到大概七毛半指 这个位置 所以如果你要买这只 你要货 的话 暂时来说你先拿货 以五毛半指 做一个指示位 上面暂时来说 以七毛半指 目标价先 谢谢李太的电话 这次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Stanley做新报 刚才提及过的股份 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你有没有持有? 有腾讯 稍后我们继续有 有云必答的环节